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還有我的影片的朋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今天港區人大吳秋北先生在昨晚發問 今天講到香港大學終於與港大學生會正式割藉 不承認港大學生會起大學的角色 而港大學生會是起1912年10月6號成立 全體同學及老師都是成員 並且由港督出任會長 港大學生會的成立宗旨從來都是服務學校和同學 而不是政治 而現在的港大學生會變了什麼呢? 不是學生和校方的橋樑 而是某一些有意從政的人利用它做跳板和跑道 很多新近多屆的中央幹事會會長 包括葉子林等等的人士都是政界常客 當年闖入立法會大樓隨低面罩的梁繼平 就是2013年學院的總編輯 可以說這個港大學生會一早就已經是一個準政黨 反中亂港新力軍的溫床 在佔中和黑暴期間 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和內閣成員走在前線 善用在會內的資源和排頭去搞自己的社運 本來就應該追究他們 港大學生會的成員言行出位 明目張膽搞港獨 不單止妄顧同學和學校的利益 甚至乎長期進行損害校譽的言行 為什麼港大學生要交這個會費給這個學生會呢? 又為什麼港大要撥資源給他呢? 去年8月,港大學生會在獨果度刊登頭版廣告 提為至香港人願我們以生命回報自由的聲明書 一共就花費18萬8千 不單止線報 還完全脫離學生會原有的宗旨和功能 這個所謂的學生會 在最近的一次內閣選舉投票 在基本會員有16,900多名人士當中 只有2,770多人投票 投票率是16.34% 當選會長的郭永浩獲得2,441票 即是只是代表大約14%的基本會員 這樣的內閣卻能夠隨意動用校內和學生會的資源 謀一己之私實在荒謬 這個一早已經淪為反中亂港組織的港大學生會 一早就應該取替 其他大學的所謂學生會 也都有著同樣的問題 也都一早就應該處理的 我覺得吳秋北先生這一段文章 講出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去概括 講了香港現在不同大學的 現在面對那種學生會的情況 就是某一些想搞政治的人 蓄意利用了這個學生會 以它為平台去做踏腳板 去變成更加容易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搞到整個學生會變成這個準政黨 或者叫做以政治為絕對優先的這種組織 但是他們明明就應該主力去服務學校學生 但是你就會看到他們之前的各種暴大 在搞暴力訓練去訓練暴徒 然後到現在去搞一些所謂的悼念 到現在就知死了 意識到可能真的犯國安法 要被人踢出口 或者要被人抓了 他就在那裡鼓勾 就在那裡說 我是會服務學校服務這個師生的 這個時候你就會說服務他們 但是隻手從來沒有停過 你的所有資源就是集中去搞政治 他就典型的把口就這樣說 隻手就另一樣做法 那麼這一種有意騎劫這個學生會 搞政治的人 不同的大學怎樣去做好防備呢 就真是考驗這些不同大學的管理了 好了今天再下一則的消息 路透蛇在昨天就報導說 台灣早前就和復星去商討採購復必泰疫苗的時候 說復星曾經提出合約的範本 指要參考香港的協議內容 攜集疫苗接種者的相關個人醫療資料 對此香港政府在昨晚就回應講到 該報導嚴重失實感到極度遺憾 強調特區政府和復星簽訂的協議當中 並無條款付權或者容許復星 以及任何第三方 攜責或者取濫 或者以任何方式去獲取接種者的個人資料 那麼這一種的報導 其實真是很單純地沒有老式 抹大隻眼講大話 即是他們的黃絲手足可能就像信條一樣看 也都倒轉地說 不如你拿少許證據出來 但是倒轉他可能都拿不出來 好了 在下則的消息 想和大家看一下德國一間電視台 在昨天發表的一篇文章 評價中國最新的外貿發展趨勢 文章就講到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在2021年6月的對外貿易出現驚人的增長 從中不難看出 中國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擺脫了新冠疫情的影響 並且正在幫助全球經濟以及德國企業 說到中國6月份的出口比起去年同期增長了32.2% 達到2814.2億美元 繼5月份實現接近28%的同比升幅之後 出口增速再次上升 而且明顯超出專家預期 與此同時 6月份的進口亦都明顯高於去年同期 同比增長了36.7% 達到2298.9億美元 利日跌都讓德國的出口型企業能夠從中受益 對此文章還評論講到 中國為應對新冠危機所採取的限制政策得到了回報 經濟快速復甦 政府推行的零病毒策略 就包括宵禁、大規模檢測、感染鏈追溯、隔離 和嚴格的入境限制等措施 有效將新增感染個案 以及7日發病率維持在極低水平 在此基礎上 中國經濟整體已經恢復正常 而這一點在外貿方面更加明顯 今年6月的資料顯示 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為469億美元增長17.8% 而自美國進口143億美元增長37.6% 中國對歐盟的出口增長27% 達到431億美元 自歐盟進口增長34.1% 達到277億美元 其中中國當月對德國的出口接近95億美元 同比增長26.9% 進口達到106億美元 同比增長28.6% 而中國市場的高需求也持續讓到德國企業獲益 尤其是在汽車和機械工程領域 中國長期以來一直都是德國企業 在全球最重要的銷售市場 文章還引用中國海關總署的預測 表示今年下半年中國進出口同比增速可能會放緩 雖然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仍然起全球多地蔓延 然而疫情走勢錯綜複雜 外貿發展面臨的不確定不穩定因素依然較多 但是中國全年的進出口仍然有望保持較快的增長 因此歐盟和德國也將會得到有力的助推 這篇文章整體上的分析都可以說相當客觀 它引用的數據其實都可以說是公開數字 看到近期中國可以說出現驚人增長 我自己覺得正正也告訴我們 控制好疫情內地有復工復產之外 另一樣東西其實是有一個競爭關係 以我所知其實都收到一些消息 就說某些國際企業 可能它原本是和其他國家的企業進行採購 但是因為當地疫情處理不好 粒粒聯 當地的企業不敢保證能夠按時交貨 所以這些國際企業呢 它就寧願來找中國 未必是最便宜 但是能夠可能做到這個Quality 或者更加穩定等等 這個時候其實就出現我們處理好疫情 除了保護好自己之外 間接都是一個社會國際上的競爭力 看到內地增長這麼誇張之外 也都正正可以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香港是不是應該盡快和內地通關 達到經濟盡快回復呢 都不要講超前了 講回復先吧 是不是 希望香港能夠盡快和內地通關 總結都是這一句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來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收看到最後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和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 分享給我 另外一些影片 我們下期收看 都要來吸收 一陣子 做了 有